做不到的 为什么呢 得清净心呢 你就正苦了 比开悟啊 层次还要高 这个开悟不是大切大悟 所以开悟有小悟有大悟 清净心点层次很高 为什么呢 清净心得到了 你的真诚平等 证教慈悲全都得到了 这个五个一个得到 五个统统得到 那是什么境界呢 《华严经》里面讲 粗度菩萨 法身大死 所以不容易啊 那不是普通人啊 那我们今天讲清净心 达不到这个标准 不得已而求其次 我们尽宗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的功夫成品 就是清净心 换一句话说 心里面 二六十中一天到晚 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第二个念头 心情进了 你的功夫到这个地方呢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可以这么说法 你想什么时候往生 就是不是往生 往生自在 生死就了了 念佛人 要把这个标准呢 当作我们修学第一个大死 那我也常常讲 我们供养阿弥陀佛 最好一身呢 就供养一尊 为什么 并于观想 我天天想佛 念佛 想佛 就想这个佛像 不换第二个 那过人爱好不同 那个没关系 阿弥陀佛 可以信无量无变身 如果我们供养的佛像 太多了 真的 你的心很乱 林宗说 哪一个阿弥陀佛 来接引我 那不就有问题出来了吗 天天看的是一尊佛 临终的时候 决定是他来 阿弥陀佛先这个向来 你很熟悉 天天想他 终于把阿弥陀佛想来了 所以一切法 从心相散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过去 这个在三十多年前 我们在台北最初有一个道场 就是 华藏佛教图书馆 有这么一个道场 地方不大 大概跟我们现在的十一楼这个道场 差不多大小 我们供养一尊阿弥陀佛像 白词 是陆建刚老居士 送来的 告诉我 这一尊词像是个股东 他是从中国大陆 带到台湾来的 看到我们有个道场 献出来 给我们供养 白词 那么这一尊像呢 我们看得很欢喜 这以后也常常到国外 过地方去弘法 佛像总不能带着走 没法自带 词的很不好保管 所以我们就把它照相照出来 照的效果很好 现在这张照片的时候 流通到全世界 这么多年来呢 我们就看这一尊佛像 就想这一尊佛像 所以 比较容易设行 看到其他这个阿弥陀佛像 我们也非常喜欢 我们都顶礼莫拜 可是自己供养是这一尊 那么这种方式呢 也可以给同学们做个参考 下面是中国同学提问 第一个问题 请问故事的亲人若身天 家亲眷属 还能不能梦到他 梦有心神 不一定是他来 会梦到 你常常想 他就会梦到 会有感应 第二个问题是 至道场参加 三十新年者很勇要 请问 第一个 道场不复实用时 是否因 限制报名 或换大道场 借赢 所有的参加者 是应该这样的 如果道场小的话 一定是限制人数 人太多了 那就改在第二次 或者第三次 这样比较好 第二 道场规定参加三十新年者 才能写牌位 并且只能写两个牌位 请问这样如法吗 这个不如法 道场很小 道场很小 排位没有关系 你看看 唯母仗势 居然能容纳 三万两千 可见到的是 那是另一个空间的众生 它不受我们空间的影响 所以我们小道场 所以我们小道场也可能用千万 百万千万的众生在里面 可是人不行 人只能容纳几十个 所以排位没问题 第三 他说某些同修只在台湾善果林 接受为其一周的弟子规 私自培训后 就在道场开讲弟子规 但本身呢 你以品格上 却无法落实圣仙教诲 为众人所诟病 请问这样如法吗 这个学了弟子规之后 到处就讲弟子规 不能用老师的身份 要用学生的身份 就好 为什么呢 讲的变数多了 讲总是劝别人 劝别人同时也劝自己 讲的变数多了 真正讲上个千遍 两千遍 三千遍 自己劝做到了 自自然然 不知不觉的都做到了 所以决定是学生身份 我们出来讲经 李老师就叫我 在讲台上是学生啊 下面听经的人呢 是老师啊 是建学啊 这就对了 我在上面学习 提出这个学习的报告 请大家的时候来指教 请大家来帮助我 来帮助我改正 这样的心态 永远在学习 你会有成就 所以我早年讲经的时候 说过多次啊 人家说我喜欢讲经 我说我是练习 我是在学习做报告 我不会讲 所以我天天要讲 我曾经说过 我会讲了 我就不讲了 不会讲才要讲 会讲讲他干什么 如果是一老师 法师才都去讲的 那个问题解决 你自己